嗨大家好又是我了 那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比较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也发生在前几个礼拜了吧 两三个礼拜之前 但是一直没有拍视频 去说这个事情 是我看到一个博主 就是 应该先说这个事情 怎么去发发叫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个国泰的事件吗 国泰空姐 空中服务员 不懂怎么说普通话 他没说普通话 对待客人的时候 那就引起了公愤 后来被炒鱿鱼了 先不说这个事情多么的离谱 政府处理的多么的不好 就事后 机场 竟然要求工作人员要说普通话 一定要说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那我怎么知道呢 就是 有一位博主 小红书博主 他把这个 他发这个flop吧 就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 他就说 他到机场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好 非常舒适 非常政治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香港人香港的职员 机场职员都在说普通话 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在讲普通话 我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excuse me 不好意思 这里是香港 并不是因为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语言 这里不可以说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用我们的粤语呢 为什么不能用广东话呢 香港是他的官方语言 是粤语 然后你跟我说 你我在自己的地方 我在我自己的 这个城市里面 我不能够用自己的语言 还要被人骂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 他还说什么政治正确 我觉得一点也不正确 本来香港就是一个说粤语的地方 你不要说那个空姐对不对先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气愤的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 香港人是应该理所应当 把官方语言会换成普通话呢 是吧 我们本来就是说粤语的地方 老一辈的人甚至连普通话也说的不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 我是觉得生气的有点 我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我们要降低 自己我们自己的那个语言的那个标准 来符合一些旅客的要求呢 是不是 我们本地人还服不服务本地人了 是吧 所以 大家可能觉得 那为什么我会用普通话录视频呢 我之前也解释过的 因为我想更多的人去听得懂我的视频 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听到我视频 做出一丁点的改变也好 这个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持续的发视频的一个原因 而不是什么政治正确 我想舔你们中国人的 我想去讨好你们中国人 因为从根本来看香港跟内地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很不同很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说了这么多的粤语的一个地方去改变 就是因为那个空姐的事情你就要这么做吗 那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